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从6月16号开始访问英国 在与英国首相卡梅隆会晤以后 中英两国的政府 发表了中英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中大部分的内容 都是跟中英合作有关的 但是也有提到一些中英关系 比较敏感的问题 比如说反对藏独 支持一国两制和加强人权对话 相关问题来请郭先生做点评 李克强代却这个商业协议 在去访之前我们就知道 有大概180亿英镑的 这样一个商业协议 那在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中 也写得很清楚 说双边的这个双边贸易额 要力求达到1000亿美元 这是到2015年的一个标准 那这些经贸合作 大概会集中在一些什么样的领域 达到这个目标是否有任何的困难 这个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这次李克强总理访英 签下来已经是300亿美元了 已经签下来的有300亿美元 所以应该说中英 因为包括这次已经确定了 就是在伦敦建立人民币的 这个海外交易中心 人民币直接和英镑可以兑换 这是人民币在走出国际 走向自由兑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而这个伦敦英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考量 就是既没有选择美元 也没有选择欧元而选择了英镑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 你刚才讲到中英这次 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 也签署了这个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 提起了一些敏感的问题 其实我特别注意到里面强调了 是英国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反对西藏独立 其实一直都有承认 为什么这一次要在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里面体现出来 对 这是很有意思的 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起 因为去年卡梅伦接见了达赖中英的关系 曾经因为这个事 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出现了停滞 但事实上主要还不在这里 世界上一些国家建达赖 打所谓西藏牌的也不是英国 包括德国 包括美国 包括法国 这些国家都有 那么英国特别在中英联合声明里面 特别强调重申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英国不反对 就是英国反对西藏独立 这样一些字眼 其实跟中国的西藏问题 有这些西藏的问题 今天的这个所谓的西藏问题 是跟英国有直接的关系的 讲到西藏问题 就不能不想到 在当年的这个所谓西姆拉会议 当年的所谓麦克马红线 这样一些问题都是和今天的西藏 包括中印边界的一些争议都有直接的关系 前心后果 对 一直当年的这个在清朝末年 英国的军队攻入了拉萨 迫使拉萨一些 当时一些佛教管理的这个当时是政教合一的一个政权 他们跟英国签署一些协议 但是当年的这个清廷是坚决反对 也不承认的 后来呢 英国人在印度的西姆拉 当年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谓叫做英属殖民 这个印度 英国人在印度的西姆拉主持了 英国 中国 还有西藏地区的三方代表在那开会 然后要搞出一个协议 当时中国的代表坚决不承认 也不愿意签这个字 但是英国就跟当时的拉萨当局就签了一个协议 当时所谓的叫做西姆拉会议就签署了这个西姆拉条约 但中国政府一直无论是从清廷到后来的这个这个民国政府 包括当时这个在民国政府以前的很多的当时短暂的这个北京的一些临时的一些政府掌权的这些机构 当时都没有都不承认 没有签字也不承认 后来就在这个又把这个就把当时的西藏的一部分的这个领土 大约当时也包括9万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土地 就划给了印度当时的英属印度 这就给当就是今天我们中印边界留下了 埋下了这个火根 您刚才给我们交代的这个背景都非常的详细 我们再回到这个中印联合声明的内容来看 那我们知道在12年的时候卡梅隆也曾经接见过这个达赖喇嘛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中印两国的关系呢可以说是跌到了低谷 那现在呢要重申这个西藏的立场而且还要在这个中印联合声明里面体现出来 是不是其实表达出现在英国政府一种很务实的姿态 对 你讲的很务实 其实我还要再补充一点点的 在西藏问题上英国人一直是很顽固的坚持他们对西藏的一个 因为这个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世人皆知 因此在2000年英国的外交文件里面还公开的表明 英国是世界上唯一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同时也不承认西藏独立的这样一个国家是唯一一个 他当时共和国 2000年还这么说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英国人呢尽管他在事实上 他已经承认了就是作为和中国这个交往事实上 但是他因为面子问题一直坚持这样一个立场 所以你刚才讲到2012年卡梅伦见达赖 当然这就让中国这个非常的这个愤怒 当你历史上你搞局 你搅局 你今天你还在这么做 当然这就触犯了中国核心利益 因此中英的问题当年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 现在的英国是不是愿意把这个面子给放下来 对 现在就回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去年年底卡梅伦访华 这个时候呢 访华的共和党总理也公开的表明了 英国对西藏的这个立场已经很明确了 那么这次在雷克强总理去了英国以后 在中英联合声明里发表了这个又重生了这个立场 非常白纸黑字 用两国联合声明的这样种形式 这就表明了英国人彻底的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想呢 他们彻底的这个把面子放下来 就这个要对现实 还要面对现实 在中英交往中 如果英国人仍然在西藏这个问题上扭扭捏捏 态度还是含含糊糊 企图这个还在想这个问题呢 还想又要面子 又要现实利益 恐怕中国就不会答应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看到说 300亿的大单 这个中英的这个关系的 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强化 这里面呢 英国人必须在这一方面 毫不含糊的必须要表态 是 所以我刚才在讲到 现在英国人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务实的状态 也就是好像您说的 这个300亿的大单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 那另外呢 除了这个西藏问题是其中一个看点之外呢 这一次的合作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契机 包括您说到这个300万 那具体是有哪些呢 比如说能源合作 我们看到能源合作 是这一次双方合作的一个支柱 为什么能源合作 会成为双方合作的一个经贸支柱 英国在英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 它有一些在这个工业啊 在技术啊 在经济发展层面上 确实有些双方有些互补 很大的一些互补 比如说金融 你刚才讲能源合作 英国人在石油开采啊 石油的这个 这些技术啊 这样一些方面呢 它是 比如说全世界很有名的BP 是吧 这都是 全世界很有名的 这样一些石油公司 他们在技术方面呢 应该说还是比中国要领先的 好 好